踩下右門瞬間加速 過彎前打方向盤拉手煞車 後輪壓邊線漂移 輪胎發出刺耳聲 冒出大量白煙 大鵬灣國際漂移低彎大賽登場 選手完美過彎 甩得很滿喔 相當的漂亮 下一位選手起步踩更大力 但在最後大魔王連續彎道 撞到三角錐 另一位選手相同位置則是甩過頭 衝出賽道切西瓜 這是新手喔 除了頂尖高手 也有新人國際勇進殘賽 但明顯看得出來 比較緊張飄移卡卡的 但場上觀眾依舊看得超過癮 那順便帶我國外的朋友過來 超爽的 昨天去台灣第一次出場 這邊是... 好刺激喔 國際漂移賽D1 在大鵬灣舉辦 九位頂尖好手參賽 這也是在台灣首都舉辦 而大鵬灣賽場 2019年廠商解約 直到2023年重啟成績四年多 立刻迎來國際比賽 滿快樂的 滿好玩的 藉由這次國際型的比賽 可以讓台灣民眾更認識我們 飄移的這個運動 對於台灣的選手 這能夠有一個 比較正面的激勵幫助 波及飄移賽 也有重機車比賽 經驗登場 正式選告大鵬灣飆風在棋 記得張創王書宏屏東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